主婦 主婦, 為什麼你的字這麼小? 字一向都是這個尺寸的 你沒事吧?眼睛又蒙又出白頭髮 我沒事的…我的神功能很好 文家說法, 逢黑必補 喝了你的水, 很多礦物質 包你提升免疫力 怎麼了?為什麼突然對我這麼好? 你別想多了, 我是怕你請病假 我要做你的那份 走吧, 去找黑色食材 från biletursa 文間有個說法, 叫逢黑必補 說黑色食物對補身有莫大好處 中醫角度, 黑色入腎 腎好, 抵抗力, 自然好 西方營養學就說 黑色食物的花青素含量極豐富 是強大的抗氧化劑 可以延緩衰老 有研究甚至指出 有部分黑色食物有助預防癌症 究竟黑米、黑芝麻、黑木耳 這些黑色食物對健康有多好呢? 到了,看看有什麼食物 在糖水泡,是黑色食材 糖水泡怎麼會有呢? 怎麼這麼巧?你們倆怎麼一起來? 怎麼這麼巧?根本就是偷情 不,我們偷懶而已 偷懶也夠膽形,真厲害 游先生叫你找黑色食材找到沒有? 找到沒有 入面吧 對,入面 四款甜品都到齊了 全部都是有黑色食材 May姐這個就是黑芝麻的仙草 瑩瑩這個就是黑豆腐花 而GinGin這個就是黑朱古力的班戟 我這個就是黑芝麻的心太軟 很香濃的黑朱古力 說黑色健康食物,當然是黑朱古力 因為裡面有很高的可可含糧 可可呢?裡面有黃銅類和錢花青素 兩樣都含有抗氧化功能 適合防止衰老的人 吃完還會開心一點 不,吃得適量就說可以抗氧化 吃得多會不開心 因為可可始終都是脂肪類的食物 所以黑朱古力的總脂肪含量和總熱量 都是相對地高 那黑朱古力班戟就不應該毒食了 我這碗黑豆腐花就不同了 它的原材料黑豆 是有豆中之王的稱號 它除了花青素之外 還有豐富的蛋白質 腺食纖維、鈣質和甲質 我這個黑芝麻心態院也很厲害 冬天人們經常說要暖胃 其實養肾也很重要 中醫說黑芝麻這類黑色的食物 吃了之後會入腎,有養肾的功效 你倆說得挺好,是真的說得最差 May姐,不知道你那碗鮮草又如何? 說來聽聽 考我,是嗎? 鮮草就是我們所說的涼粉 它的卡路里和熱量比較低 100克就大概38的卡路里 夏天吃就最好了 但剛才看到你倆在那裡吐吐吐 看得我眼火爆 當然吃點,你降溫吧 也不知道你趕到哪裡 我還是先去幫尤先生買黑色食材 你有什麼事打給我? 有 有什麼事打給我? 這次尤先生叫我找五種黑色食材 我負責其中兩項 還不是我上位的機會 阿娟,幹嘛自宜自宇? 那個人見到你正好,你要幫我 你怎麼幫? 尤先生叫我找兩種黑色食材 最好可以煮在一起 那就黑米了 黑米,Touchwood,大家來事 跟我來吧 黑米? 就是這些黑米 它的產地來源自台灣、泰國、中國都有產 它知道黑米是因為品種問題 但米芯其實也是白色的 摸起來很硬,可以怎樣吃? 好 硬色的原因是因為它的骨殼還沒磨完 可以保留多些花青素和維他命 至於怎樣吃 我一般會拿去跟白米一起混合一起煮 這樣就沒那麼硬了 有黑米,這次沒有黑米了 另一種黑色食材就是這個,黑杞子 現在是香港新興的補健食疹 我們一般經常對著電腦、電話 眼睛很濃 這個可以護眼 而且花青素比紅杞子還要高很多 好,好像藍莓乾一樣,讓我嘗嘗 很乾,但它又不太甜 又不像提子一樣 而且看上去好像比紅杞子小很多 價錢還貴很多 當然了 在海拔的高地道生長是野生的 當然是經貨一點 偉哥,為人為到底,你留下,你付錢 我在外面等你 尤先生…這次我們聽黑米了 年頭流流你說這種話 是不是我個人經常吃濕米 不過今天偉哥好像煮黑米 對,今天會煮一個 黑米肉丸粥給你們嘗嘗 因為黑米本身外殼比較硬 所以我會把它配搭白米一起煮粥 份量大概是一份黑米配兩份白米左右 事先要把它浸過夜 這樣會令它煮粥水上來 粥底會變滑一點 還有洗米有技巧 要輕力地過水 溫柔 因為表面的花青素 很容易在水裡流失 所以不要花太大力 營養不要走,花青素不要走 好,我們煮的水 大概是八份水配一份米 好 我也把昨天浸泡米的水 也倒進去,加進去 為什麼要這麼節省呢 就是保留營養 對 本身的花青素是水溶性的 所以我們連浸泡米的水 也加進去就可以保持營養 這時候令我們還有果皮 我之前已經浸淋了 然後把鍋子刮進去,加進去一起煮 先煮粥底 好 這時候我們要處理肉丸 是 有些豬肉 然後有些芝麻 又是一個黑色的食材 阿堅幫我炒一炒 好 中國人 逢客必保這句話 看你也不錯 是… 加上生抽、鹽、糖、白胡椒、麻油 我們還配搭了一個豆腐 因為肉本身會很硬 怎樣令肉圓軟滑一點 切塊豆腐下去 搓爛下去 這樣混在一起搓? 對 因為豆腐很軟,很軟 令肉沒有那麼死實 我看到黑芝麻跳起來,是什麼意思? 跳起來就是代表… 行了,我可以了,我可以了 準備好了 我們把豬肉拌在裡面 好 剛才那裡做起的芝麻好像很多 其實這個芝麻加進肉圓裡 吃到口感也很特別 因為加入黑元素 沒錯 就是這個黑芝麻 讓我們頭髮會很黑 很漂亮… 好,開蓋 我們的粥底已經煮了大約一小時 因為之前已經浸過 所以比較容易綿 我們可以搓好這個肉,再加進去 怎樣做肉圓呢? 其實很簡單 用小匙匙去填水 讓肉不要黏著一匙匙 然後放一匙匙,可以搓成形狀 更漂亮 然後用手指甲這樣推下去就可以了 好像碎牛粥 好,很簡單 我們不要太大粒,讓它容易煮熟 大概是半個匙匙那麼大 推下去 阿油先生,你平時多吃粥嗎? 黑米粥真的很少吃到 其實黑米比白米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升糖指數會比一般白米低 所以會令到血糖的波動和波幅沒那麼大 好了,大概十分鐘了 豬肉卷也熟了,先開蓋 好 我們看看 看,肉卷,很漂亮 這時候可以加上黑杞子 黑杞子有花青素 花青素可以抗氧化 另外還有九幾多糖,可以護眼 這個非常重要,對我們來說 很適合,整天辦公室都要熬食 阿堅,你真的要多吃一點 是 這個時候大概煮兩分鐘 就可以吃了 謝謝韋哥仔幫我們做了一道 黑米肉丸粥 以往的朝廷貢品真的要多吃一點 試一下… 客式的食品 這個黑米比較粗糙、硬、硬、韌 所以我一定會配搭這個白米一起煮粥 軟滑一點,綿滑一點就更容易入口 味道最初我還怕會很口淡淡 但肉丸的味道令粥濃了很多 我覺得粥淡淡的,適合自己的厚味 因為這個沒有加鹽 現在這樣吃一點淡淡的味道 已經很好吃 但你說健康的食材來說 這樣的味道,我覺得已經很豐富 而且本身有個肉丸 變全淡味 很少肉丸 對,還有芝麻,有什麼口感嗎 我正想說這件事 咬下去有一點脆的感覺 是不是很可愛? 就是這個肉丸的特色 混合了我們今天的主角三黑 有黑芝麻、黑杞子和黑米 黑杞子,我覺得味道跟一般的杞子吃下去 對,更淡淡 這個花青素更加多 除了美容、養顏之外 其實人體、所有器官都需要年輕 花青素就可以幫助了 即是抗氧化 對 這次不用客氣了,謝謝韋哥 謝謝 來吧,順利一點,射過來 游三,那我來的了 加油… 游三,很棒… 我贏過來了 游三 我贏過來了,我的手腕就弄了 游三,你輕變下骨質骨折嗎? 給了,一定是你年紀大水骨質所鬆 游三,你不可以有事 你還說?叫我扯車 坐著,是 人家游三弄斷手 你還在這裡自豪淡煮什麼食物? 我是特地煮給游三吃的 我都不明白搞這麼多東西做什麼 喝牛奶就可以補鈣 是,牛奶有豐富的鈣質 不過很多人都有乳糖不愛症 不能喝牛奶 所以就要從其他食物裡吸收鈣質 而黑芝麻就是其中一款 有豐富鈣質的食物 就這樣吃,不是吧? 所以我還打算做個黑芝麻醬 讓你可以塗麵包多一點吃法 那要怎麼做? 首先要炒香黑芝麻,電飯煲已經預熱好了 放黑芝麻進去,有耐性慢慢炒香 就可以了 炒到什麼樣子才可以呢? 炒到黑芝麻開始有光澤 即是裡面的油分炒出來 或者聞到有香味也可以了 黑芝麻的鈣質是否很豐富? 跟牛奶比,每100克的全脂奶 就有大約121毫克的鈣質 但同等份量,每100克的黑芝麻醬 就有大約1,170毫克的鈣質 比黑芝麻的鈣質 比起牛奶其實有十倍有多 不過這只是理論上而已 實際上,因為黑芝麻始終是油之類的食物 人體不可能一天吃太大量 而且黑芝麻醬裡也有糖和油 所以要適量吃 每次一至兩湯匙好了 已經有大約200毫克的鈣質 那就是我吃兩口的黑芝麻醬 就是每天所吸收鈣質的五分之一 對,黑芝麻炒好了 接著呢? 就可以加少許冰糖 一茶匙椰子油 好,加好材料就可以攪拌成醬了 有清澀的金錢是否要用分之一 還有香水 Ctrl, Bonne 好像這麼小,因為好像可以用這種製作 þ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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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q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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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v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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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vjvvvvutta 黑芝麻也有互發和互關節的作用 另外, 黑芝麻由於有豐富鈣質 所以對於鈣質不足 骨質疏中也有一定預防的作用 不過原粒的芝麻油分比較難吸收 我們可以將黑芝麻磨成芝麻粉 或者做成芝麻醬食用 就可以吸收裡面的油分 有潤腸通便的作用 對標, 幾點? 早上8點59分 由這一刻開始 一年幾天都是我們最嚴峻的時刻 準備好了嗎? 還沒, 走 我昨晚九點鐘放在桌上的文件 你看了沒有? 我今早六點鐘買給你的咖啡 你喝了沒有? 我剛剛電郵給你的建議書 你看了沒有? 你不是上班嗎?你不是幫游先生嗎? 是, 什麼時候我會跟班了 你這群男人之後幹什麼? 這個女人每次都會找我和你來搞 有什麼方法可以幫到我們的男人? 游先生 真是MM聲 M… 由邀先生, 謝謝你約我出來 作為一個體貼下屬的老闆 是一件很合理的事情而已 為什麼? 我看你這幾天不是很舒服 所以就請Hilda來做適合你吃的菜式 是, 今天我會做一道 黑木耳紅棗雞肉煲仔飯給你吃 對改善經統很有幫助 又說得挺合聽 我看你吃得很香 第一件事, 把雞件醃一醃 加一點醬油 這個雞件有沒有挑選雞的部分 其實沒有, 普通雞件 買回來其實很方便 超市場也可以幫你 已經是魚鮮斬好了 所以買回來就很方便 就加一點生粉 我自己也會喜歡加一點點糖 這樣拌勻 因為如果買雞胸肉的話 就比較乾身一點 其實有骨的部分會比較香 對, 加入我們攪拌後 其實這個黑木耳就很重要了 黑木耳買回來, 要浸軟 就像現在這樣 我們要切條 切又絲, 捲起來 這樣會比較容易 和快一點去切又絲 其實黑木耳真的非常重要 在這個煲仔飯裡面 因為它有抹血化羽的功效 女生其實可以多吃一點 楊先生, 哪一隻是? 對, 反過來 首先要說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因為它抹血化羽, 對吧 所以如果經量多的朋友 反而就不太適合吃這個 楊先生, 你真的很了解女人的困擾 是 好, 這個我們又攪拌了 紅棗這個比較適合女士 是 因為它會補血 所以浸軟後, 我們就可以切 譬如切條 或者你喜歡切粒也行 小時候媽媽煲湯之前 有沒有拿一顆出來給你 女兒撒一顆, 這樣嗎? 沒有 然後你給我一顆糖, 我給我一顆糖 不好意思, Hilda 我們員工說話是… 是 比較學索米 忍不住, Hilda, 不好意思 不要緊, 現在我們要煮了 非常簡單 然後把米放進鍋裡 然後加水 開爐 好, 加這個雞腿 Hilda, 這個份量是兩人的嗎 那看你有多大吃 是 我們加上這個黑木耳 最後就是這個甜甜的紅棗 我們現在就等到水滾 差不多收乾水的時候 用普通的, 譬如中、慢火 我們就可以蓋蓋 大概煮15至20分鐘就已經熟透了 飯很香 我覺得黑木耳加了在飯裡 口感咬下去有一點彈口的感覺 對, 而且焗完之後 雞的味道和調味料都已經滲在飯裡 拌勻就行了 這個做法, 你看見了, 非常簡單 Mate說過程這麼簡單 不舒服幾天就多煮一些給自己吃 知道嗎? 尤先生, 你不是順便來學煮 給我們的女同事吃嗎? Hilda, 那個雞真的挺有趣 吃完, 明天早上九點, 準時上班 是, 尤先生 我看見了, 看見了 黑木耳, 味甘聖平 總以認為它有活血去魚的作用 所以特別適合一些 因為魚血導致的痛經 或者是血快多的人士食用 但是要注意, 因為它可以活血去魚 所以如果經量多的女性 即使你有痛經也好 都盡量不要在經期的時候食用 以免經血越流越多 Di Ma 什麼?你回加拿大嗎? 好啊, 一路順風 好… 她大姨媽終於走了 太好了 天天都光亮了 我之前不是說過 這些照片要分顏色 你現在弄亂了, 想怎樣? 看…看完了嗎? 這個, 我分好它 看來它這麼暴躁 應該與Em Doors無關 難道是嗎? 更年期? 誰說話 你只知道 我只是喜歡 你只知道 再一次 我只是看完 十分誤 Carmelo 去 那邊 那邊 我